新横浜 我是振田千元 我是台湾人 in Japan 我的店呢 為什麼客人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要叫做Ekinoya 也就是驛站 驛之屋 我認為這個是有 有這個 有來的 第一個呢 我本來的店呢 在明谷車站的旁邊 所以是接近這個車站 所以叫做Eki 但是這個Eki呢 我不是現在的這個 現在的這個 簡字就是這個Eki 我是以前的字 因為這是以前 我們叫驛站驛站 所謂的驛站呢 就是給客人休息的地方 然後休息完的話 還要再出發 這個意思 所以呢 我就想說那客人進來這邊 休息完以後 然後吃晚飯休息完以後 他還要再出發 接下面 他下面的一個旅程 所以我就一直用了這個 Eki no Ya Eki no Ya 就變成 無論到哪裡的話 車站嘛 他本來就是給人家休息的地方 所以不是一定說在 譬如說高鐵的旁邊 或是車站的旁邊 他就是叫做Eki 我是把它想的範圍比較大一點 所以才命名為Eki no Ya 其實呢 其實呢 我本來呢 我的店就是觀光客多 那以前我是做這個 藥扇刷刷鍋 那這個疫情之後呢 結果呢 因為也沒有這個觀光客 旅客 我們國外的客人的話 就是等於說都是已經是沒有來到這邊 也沒有客人 所以我就把它慢慢轉型 轉為現在的台灣美食 台灣的小吃文化 那因為呢 其實都是我一個人在做這個料理 別人說你是不是有請廚師啊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因為請來的人 不一定能夠做我們台灣傳統的這個美食 還有小吃 其實呢 我的店本來每天都有營業的 後來就是因為我這個粽子 有這個網路販賣 那我一個人還要包粽子 還要做上二三十種的台灣料理 譬如說台灣小吃 本來我們的夜市 你們只買一個肉圓就是一個 肉圓的燙 買一個大腸麵線就是一個 大腸麵線的燙 可是呢我要做二三十個攤子 所以呢其實來講 我的負擔是非常的重 所以呢 我的店就把它改成這個 譬如說是三四五六 我店裡面有收客人 那禮拜天呢我是訂修日 那禮拜一禮拜二的話呢 我是在做網路訂購的朋友 就是說 我一定要把它割 我要把它割開來 不然的話呢 我沒有辦法專心做網路上的這個客人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呢 不會說是很好的 所以我就把店裡面營業的時間 還有跟客人 跟網路訂購的客人的做的東西 把它分開 其實呢是這間店的話 其實是我一個人在做料理 那其他還有兩三個助手 因為他們都跟我很久了 而且都是日本人 那以前我在做團體的時候呢 員工大概都是有六個至七個 那假如說是一天是有上 上了這個十團的話 大概人啊 都是要到八個九個左右 那現在呢我最基本的 因為只有留下兩個人而已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那我現在就是做網路販賣 所以呢 現場的話我只有一個禮拜 留上四天的時間 那這些人其實都跟我很久了 大概都有十多年的時間了 那所以我也不能夠把他們丟著 那他們也都一直跟在我的身邊 不過日本人他們也很奇怪 跟我那麼的久了 他們不會做 因為呢這個味道 只有台灣土生土長的人 只有台灣人 有吃過的人 有心想要研究的人 才能做出這種味道 其實呢有去過台灣的日本人 也非常的多 他們都比我們還要到地 然後去過了寮河街啊 四嶺夜市啊 高雄六合二路啊 他們都把這個雜誌呢 剪貼起來 然後帶來給我看 我就覺得好感動喔 因為他們既然對我們台灣夜市的文化 這麼的了解 這種就是我覺得很感興的地方 所以他們其實日本人 日本人呢 他有去過台灣的人 對我們台灣的小吃還有美食 真的是很感興趣 而且也是很關心的一個焦點 所以他們很高興能夠來到我的店 因為現在真正做台灣料理 台灣小吃夜市文化的人 其實店並不多 因為呢它不是只有 譬如說那十項裡面 它只有賣一項而已 或是兩項 或者是 不是台灣人的味道 因為我們相同的味道的人 聞到自己的香味的話 一定感覺是不一樣的 這一點我想 大家都一樣有跟我一樣的感覺 所以呢我就是很想做 在現在或者是將來 我很想做我們台灣真正的小吃文化 還有台灣美食的店 那大家會問我說 我賣的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呢 有很多媒體也都有來採訪的是什麼 一個就是我們民谷物最大的報社 就是中日報社 他查過所有所有這個民谷物的這個 台灣料理的店 那都查不出說 有一個叫什麼下水湯的 他以為說這個下水湯啊 是什麼東西呢 下水裡面就是說 下水鍋裡面的湯是什麼東西 他們都覺得很奇怪 那找了很久 就找到了我這一家 所以呢他就進來說 他想吃的就是下水鍋 就是下水鍋 那結果他在這邊找到了 就是說 找到了台灣的意思 就是我們台灣他去的那個夜市 或者是說我們那個店家去吃什麼乾麵啊 或是有下水鍋啊 蛤蟆湯的時候呢 因為他對於這個下水鍋 是意思是說 跟料理裡面完全不一樣的內容 你想像不到他們日本人是怎麼來想這項料理的 所以他在這裡就找到這項東西 所以他就藉著這個新聞呢 把它播出去的原因是說 台灣呢 有很多跟名字都是不符合的東西 可是呢他看起來很可怕 可是吃起來很好吃 那以往的話其實呢 在東京跟大阪呢 其實我們那個台灣美食啊 其實也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覺得我很幸運也很不幸運 是為什麼 因為呢其實名古屋台灣人非常的少 那對於像這樣 那種台灣料理的店是寥寥無幾 那當然有台灣料理啊 中華料理啊 其實也有賣拉麵水餃啊炒飯啊 這一些 但是你說小吃嘛 我們說肉圓大廠麵線 那還有一些什麼 那還有一些什麼 烏龜粹啊菜頭粿啊 這一種就是我們 我們說台灣的菜市的文化啦 但是我覺得就是我們台灣的文化 也是小吃的文化 台灣料理的起點就是在這裡 所以呢 在今後呢我會朝這種方向去做 雖然呢是看好也是不叫做啦 不一定說是消費的人 因為他們不懂得什麼叫台灣料理 也不懂得什麼叫小吃文化 所以日本人呢 因為我在民國的話 以前在我40年前的話 他們是很排斥外國人的 更不用說你要發揚什麼 台灣小吃的文化 他們根本就不懂 所以他們認為只有什麼 炒飯加拉麵 配上一個小白飯 這就是 這個就是台灣料理 那有人朋友一定會笑著說 啊這個好像 我們叫的是中華料理 中國料理 但是那並不是台灣真正的 傳統的小吃文化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工作呢 就是要傳承 由東京到寧古 寧古到大白 或者是說甚至傳到日本的每一個角落 也都希望能夠慢慢的慢慢的看到 我們台灣的小吃文化 還有小吃的夜市美食 有請單位 成為你在水巴玩 收釈 Victory 和你發 quase 你好 因為全民吧 會和你五個兒 隨身便 reel 大